上一集,我和老婆去了參觀冰島最壯觀的瀑布 接著去到南邊的海岸,去看那裡的奇珍儀石 還有很浪漫的夕陽 接著我們深入冰島的冰村,坐上一部奇特的觀光船 在超近的距離去捉摸浮冰 來到這次旅遊特輯的最後一集 這一集的起點是一塊山地 它和我們之前看完浮冰的冰村湖 大概相差一小時的車程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是想著趁天黑之前,再搶多一個景點 這個景點叫做菲亞德拉俠谷 有人有叫它做羽毛山谷 它的冰島語發音是這樣 我們慢一點再來一次 謝謝導師 這個字其實是冰島語其中一個最難發音的字 在這個 也就是羽毛谷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好像神話故事裡面仙境一樣的景色 你看看谷底那條菲亞拉德河的兩邊 都是一百米高 在九千年前由冰村侵蝕出來的峭壁 這個這麼奇特的地形 吸引很多遊客來打卡 而它多人的程度 還搞到冰島政府已在2019年短暫地關閉了這個景點 都是的 你想不想像到三十萬個遊客 一起踩到眼前這個這麼脆弱的鳥龍觀景台 到底是什麼樣子 我就不敢想下去 其實別說說有三十萬遊客 就算沒有人 你也千萬不要叫我踩到這個觀景台 我知道你為什麼我叫你不要走 因為你很害怕 因為你走到樓梯 你走到樓梯 你走到樓梯 你不斷看在下面 其實你覺得是很害怕 我覺得你會很害怕 那你害怕不怕 我害怕 因為我害怕我都所以叫你不怕 那我一定不怕 是啊 是不是好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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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漂亮 不過很害怕那個位高 是啊 還有另外就是害怕相機掉了 是啊 其實最離心的就是拿iPhone出來 天色越來越黑 是時間走人了 我們要趕去吃晚飯 回到我們之前來過的維克鎮 一個不知道搞什麼人很早吃飯的小鎮 跟昨天一樣 我們到達的時候這裡的餐廳已經關門 不做生意了 但是幸好的是它的超市今天還沒關 我們趁著它下閘之前的十五分鐘 掃了很多冰島封的即食食品回來做晚餐 休息了一晚之後 我們一早起床要準備回程回到冰島的首都 我們今天會沿路地看不同的景點 而第一個參觀的 是一個比較少眾的歷史為止 我們來到一個黑沙平原 這個平原 可以說 是什麼都沒有 除了一個位置 它埋葬著一架飛機的殘骸 這架飛機是在1973年 墜毀了在這塊黑色的平原那裡 當年在冰島很轟動 因為全機的機組人員都是奇蹟的生化 全部都沒有死 要去到這部飛機殘骸那裡 是要大概穿越4公里的碎石鎮 這裡的告示牌就說到很危險 說天氣隨時都會極端變化 叫我們最少穿兩層遇寒衣物打底 還叫我們千萬不要迷路 說到這麼危險 我不跟你搏 我還是決定坐這裡的獨屎巴士過去算 還一早在網上買停飛 但是這塊這麼空蕩蕩的土地 不像有車會來 這樣等下去 和我在森林裡等一部自己幻想出來的貓巴士 沒什麼分別 看怕金劑中了一幅 我有理由相信自己已經出事 成為了一宗網上詐騙的主角 但是很明顯 我老婆完全沒有感覺到這個危機 她還用平時上班等巴士的陣式 很悠閒地捉住手機等日車賣站 到最後 幸好龍貓顯靈 那部不像會出現的巴士 竟然真的出現在這個這麼荒蕩的巴士站 雖然是比原定的時間遲了幾分鐘 但是遲到總好過無度 我和老婆乍乍乱走上車那裡 選對位置坐下 準備出發 這部很有越野風格的步走大巴 我相信它是全世界最搓的巴士 它的搓法絕對不是一般程度 而是足以訓練太空人克服理心力的程度 坐著它 我們終於到站 這裡就是飛機為止 而傳說中的飛機殘骸 就在我們前面 它是一部美軍的DC三役運輸機 在一次任務裡面失事跌下來這裡 由於撿回它回去太麻煩 所以索性有它在這裡 反正這裡有很多地方 不過話說 搞什麼美國的軍機會在冰島執行任務 那就會說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話說那時候的冰島 它是一個中立國 不過在1940年 納粹德軍入侵了丹麥之後 當時英國擔心 希特拉下一步就會把冰島 全場上打完冰島回復主權之後 都繼續保留著空軍基地在那裡 所以你就看到有軍機飛 好了 看完飛機殘骸 要回頭 不過由於我們走得太久 錯過了回程的巴士 唯有走回去 在這條聽說曾經有遊客遇險 好像外星表面的石頭 不過幸好今天天氣好 我們安全回頭 繼續上路 可能走得太多關係 突然之間很肚餓 要去找東西吃 在這間很雅致的咖啡店裡面 我們點了當日的鮮魚 還有經過改良的匈牙利燉牛肉 非常熱騰騰 配上新鮮出老的麵包我最適合 今天很好吃 裝修就 很日式 很日式 就是日式涼 就是有棵膠的櫻花鼠 對 剛才你覺得看飛機那個好不好看 本身是很好看 我覺得很帥 拿來拍照是OK 但實在太多遊客 不僅不僅 不是太多遊客 而是那些大媽 是不是大媽 全部都是大媽 就是那些 那些 那些語音一定很鮮色 爬上去 然後動作很誇張 根本你們是拍不到 你是不是大媽 其實我也是大媽 但我不會爬上去 因為爬不到 我不會這樣 很害怕 很難說 你做一撞更厲害 然後還在叫 快過來看 那些 我不知道她說什麼 快過來看 然後還要站在飛機前面 但是你也懂很多國語言 不是 你這樣都聽得懂 應該是 然後還要 快過來看 然後還要站在飛機前面 看了很久的照片 那現在我們去哪裡 現在又是看瀑布的時候 在我老婆發表完一輪流論之後 我們可以繼續行程 走到餐廳隔壁的瀑布 不過我老婆突然緊急殺停 你在笑什麼 剛才在笑完 不是 你知道為什麼我站在那裡等你 才走 平時我不會等你 我不知道 因為前面對情侶 突然停在那裡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繼續走 上前那樣我唯有扮等你 嘟嘟 很普通 會不會太普通 我以為他們在自拍 但又不像我的電話 你明明這條路 走走走走 真是西風日下 不是說那對情侶 是說我老婆 她還保持著浸豬龍年代的封建思想 跟著她這位喬莊成為遊客的道德警察 我去到一塊道德高地那裡 不是 是高地 這裡有一個瀑布 叫做奇力瀑布 其實它只不過是位於我們上集看過的 C4加瀑布隔壁 不過它通常被遊客忽略了 所以不是很多人來 這樣就更正了 可以慢慢看 這個瀑布有條30米高的水柱 你是可以繞到它後面看出來 這個景色很震撼 坦白說 這個瀑布的規模 的確比我們之前看過的瀑布小 但是我認為它是最有意境 如果你要我在這麼多瀑布裡選一個最喜歡的 我一定會選這個 冰島的天氣是很變幻莫測的 幾分鐘之前還是陽光普照 轉過頭 現在就已經天到黑曬想落出雨了 我和老婆也在落出雨之前回到車那裡 我們沿著奇力河旁邊的小徑 走回到山谷的入口那裡 上回車之後 我們向西面走多一個小時 就回到之前幾天我們玩過的黃金旅遊路線那裡 這裡有一個景點 我們之前未玩現在來玩 實景是這樣 它是一個裝滿水的洞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 這個洞並不是外太空隕石撞擊地球表面產生出來的洞 這是科幻小說的情節 這個洞的真正身份 其實是一個火山口 它曾經是六千年前很劇烈地爆發過 不過現在已經不再活躍 還積光了水 這麼奇幻的火山口 看又真是挺好看 但是光看有點寡 有沒有一些刺激的活動呢? 有 這裡有一條遠山徑 講到明是先 可以環繞火山口一圈 但是你不要看到這裡的遊客 個個父老葵友就被他騙了你 這條山路其實很窄 好像走光線一樣 而且它還充滿碎石 一個不疑 就會掀腳 嵌 包 散 我老婆打算挑戰這條山路 不過未出發就放棄了 我腳軟 是啊 你看那些人踩到軟崖 在那邊走光線 當然是沒有東西 是 而且這裡可以用它 完全沒有欄杆 不是 你不要走啊 完全 我也是那隻鞋 所以不要蓋我 哈哈 而剛才的山路太危險 不要緊 這裡有一條BB板 是為一些沒膽的遊客而設的 這條小徑向下面走 是通往火山湖那裡 由於它已經整好樓梯 基本上是不會點線腳 而就算真是個不幸的線腳 會滾下山的可能性都很低 我們沿著這條很適合我們走 為我們量身而造的小徑 很快就去到火山湖那裡 這個湖不是很大 圓州約200米左右 水深就不超過14米 火山湖旁邊很突突地有張長椅 現在就有三個男人很悠閒地坐在那裡 我就有些好奇在6000年前 當火山還在爆發的時候 他們夠不夠坐在同一個位置看風景 看完火山湖和火山湖之後 我們要繼續趕路回到冰島的首都 在約莫再用了一個小時的車程 我們已經身處在雷克雅維克的落腳點那裡 這裡就是我們今晚留宿的地方 是一間面積很大的出租單位 大到有一個倒形的廚櫃 如果你打算旅遊的時候 都會不知連上身露一手你的廚藝 那這裡就真的適合你 這個單位在整座大廈最低的層 所以有一個迷你的花園仔 讓你出去吸一下新鮮空氣 但是如果你要留在屋裡 都沒問題 這個單位設備很齊全 由廚具至收費電視都準備好給你 你帶一個人來就可以了 這裡有了你需要的東西 是唯獨偏僻少少了 要約莫開15分鐘車 才可以出回市中心 在這套廚櫃面前 我老婆準備爐一手 煮的是今次極地之旅的大會指定食物 也就是這個星期吃了無數餐的公仔麵 不知不覺 受到了我們今次極地之旅的最後一天 今天我們要回程 是的 不想回程 但很累 很累 但冰到真的很舒服 其實這個地方真的舒服 那也是 但我想要一冷就不要在這 嘩 應該冷死了 對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走 那今天 我們臨走之前還去過地方 其實那個我忘記了 看不清楚 今次我們旅程的最後一站 是一個把冰島所有國寶都一次曬冷 給你看的博物館 這座博物館的外形 好像一個水桶 原因是它真的由幾個水桶改建 其中一個就變成這個天幕影員 播放虛擬的極光體驗 我和老婆躺平在這裡 就可以舒舒服服地看到冰島的第一國寶 極光 在天幕影院走出來 我們去到另外一個展區 是說冰島的火山活動和熔岩 和我們早兩天看過的差不多 當是精彩重溫 再閒遲少少的地方 是介紹冰島的自然生態和這裡的動物 當中當然不少海鷹 是冰島的另一種國寶 聽說一位知名的日本作家 來到冰島這裡都要特地去看看它 你說它多受人愛戴 看完那些膠膠的海鷹模型之後 我們又去到另一個展館 大製作 它透過沉浸式的體驗 帶你進入冰島神秘的冰洞 是不是多可憐 配合燈光 都真的騙得下人 這條長一百米彎彎曲曲的走廊 全年都是扯行冷氣 所以不說不說 這裡其實積了三百噸冰在這裡 在冰洞捐出來 我們去到冰村的展區 又一樣冰島的特產 我們由剛才看的極光 去到熔岩 海鷹 冰洞 再去到現在的冰村 這間博物館真是毫無保留 將冰島最棒的東西 一次地拿出來招呼我們 可以說 你用一張票的價錢 就可以滿足你所有願望 多麼好處 難怪這間博物館在這幾年 已經成為了遊客的必去景點 離開了博物館之後 我們今次的極地之旅 就到了微星 還有幾個小時 我們就要坐飛機回家 但是臨離開之前 我們有個謎團還未解開 就是冰島到底有什麼 我們今次極地之旅的主題 也是我們一個星期前 帶著來冰島的問題 在經歷了八天的旅程之後 到底我們發現冰島有什麼 想回頭 這裡有最壯麗的河谷 有大大小小不同的瀑布 包括最澎湃飛射那些 至到很小巧非常隱蔽那些 冰島還到處都是溫泉 地下充滿熱烈烈用不盡的溫泉水 而它的海岸線也很獨特 並且還有著很廣闊 看不到盡頭的平原 是住在城市的人很難想像 還有還有 都未提到它的冰村 是鋪天蓋地地覆蓋著冰島的土地 真是想起都不可思議 所以用一句話來總結 冰島有的 就是最赤裸的大自然 不過大自然可以對你好友善 轉頭也可以反面不迎人 向你反駛 就在我們結束了這次旅程 離開了冰島一個月之後 冰島就火山爆發 地點是我們去過的南湖溫泉隔離 那裡的地殼突然間開了一個洞 就好像一個西瓜上面 針巷這麼大洞 它已經足以令熔岩湧出來 吞噬了附近部分的村落 看到我們曾經在三十日之前 離過的地方 現在被熔岩包圍著 你就會發現人類在嚴苛的大自然面前 是幾個渺小和無能為力 有些環保人士經常說 說要去救救地球 其實你想到這種說法是非常搞笑 不過不要誤會我 我不是反對環保也不是鼓勵污染 我只是覺得地球是沒有所謂被人類去救 你想一下就算地球多冷30度 熱多30度 甚至乎好像熔岩那樣成千度也好 地球都是繼續這樣轉的 我說沒有了人類不行 是人類沒有了地球不行 所以不要搞錯妝和閒 我們的身份不是拯救者 而是一個黑球者 去祈求地球網開一面 給我們一點點空間生存下去 對大自然要抱著謙卑的態度 我們很多時候都忘記了 但是對冰島人來說 這件事是要生存下去最基本的常識 從我們的觀察 冰島人是很清楚自己是大自然的位置 他們從來不會很貪心地佔用多過自己需要的東西 土地呀其他資源都是 還有他們很清楚從大自然借回來的東西 是很大機會要還 所以當他們面對著自然災害 都會覺得這些都是生活在大自然的必經一環 這種這麼豁達的態度 不是長期生活在極地的人 是沒有辦法真正理解的 好了 講到這裡又講多了 我們今次的冰島極地 又就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稍後再見 不得到這裡 我也記得 為甚麼 有機會 尚聽